一段家国王室 树洞秋雨春风 同宗两岸 海峡一湾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云 有哪些改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血浓与水的一脉相承 深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不害岁月乘风一案 揭秘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 带领走进见证传奇的 风云人 奔向南外的台海记 1970年 蒋经国防美期间突然遭到枪击 进入狭窄的旋转门的这个瞬间 突然就窜出来了 在周密的安保之下 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危机一幕 内发子弹只要打偏一点的话 可能历史就整个就改变了 对于这起刺杀案 美方又是如何解释 我们美国人 白种人对于黄种人的这个脸 没有办法辨认 美方离奇解释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美国在整个安全上面 是有意的纵容呢 还是一种比较无意的疏忽呢 在严密的安保下 发生的这起刺杀事件 其中都有哪些谜团 刺杀蒋经国的凶手 究竟是谁 又是谁在幕后吃食 1970年的4月24号 蒋经国访问美国的时候 在纽约突然遭到了 两名枪手的袭击 那么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命令 台湾的新闻媒体 都没有进行非常详细的报道 以至于蒙上了很多的谜团 那么这场刺杀 在警备森严的情况之下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而蒋经国当时 又是如何躲过了那场刺杀呢 今天我们就为您请到了 两位台湾的嘉宾 欢迎您去教授 欢迎来 谢谢 1970年4月20日下午三时许 一架来自台湾的客机 平衡地降落在 华盛顿东郊的安德鲁空军机场 身穿西服 中等各自的蒋经国 在众人的簇拥下 缓缓走下了飞机 他跟下飞机便微笑着 向机场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在飞机闲踢旁 时任美国国务卿罗杰斯 早已等候的那里 两人见面后 热情地握手寒暄 随后罗杰斯在机场 主持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仪式隆重热烈 蒋经国当时的职务是台湾地区行政部门副主管 但是精明的美国人知道 蒋经国未来将会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所以对他此次来访十分重视 当年蒋经国是因为什么原因要到美国去出访 当时是有着什么样的目的 当时不是在这个大陆跟美国之间重启了华沙会谈吗 那当时候台湾方面非常的担心 那么大陆是不是跟美国之间那么会建交 那台湾在整个联合国的地位可能不保 那蒋经国是蒋介石的接班人 是无庸置疑的 这个几乎是等台湾在决策上已经定案的一个人选 所以让蒋经国到美国去访问 了解一下美国的动向 那么跟美国之间呢 再强化台湾与美国之间坚定的友谊 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就美国的想法 那当然美国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盘算了 那美国是打算跟大陆这个建交的 那对台湾之间呢 当然不能无情无义嘛 也必须保持一个所谓的道义式友好式的告别 所以就用领导人的最高的规格 那么来邀请蒋经国访问美国 所以这个1970年的4月份的这个蒋经国访美之行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成型了 主要还是考虑日后 这个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还靠不靠得住去探听一下 刚才您也讲了规格很高 在当时等于是代表他父亲这样的一个身份 美国方面都把他当为蒋家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甚至于蒋介石的一个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来接待他 尽管受到隆重礼遇 蒋经国心中很清楚 此次美国之行并不轻松 此前1970年初 中美之间恢复了大史基会谈 华沙会谈 美方表示希望逐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大陆和美国的接触 那海峡另一边已经年迈的蒋介石紧锁眉头 在与儿子蒋经国的深谈中 他们急切地想要摸清美国与大陆接触的情况 还有美国对台湾所关心的联合国问题 台湾防务等问题的真正态度 带着这些疑问 蒋经国在美国安排了非常紧凑的行程 先后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 国防部长莱尔德 以及基辛格等多位美方高级官员会晤 这一路要拜访这么多的人 走访这么多的地点 接待的规格是最高规格的 那这个安保是不是也是非常的严密 这一次蒋经国到美国访问 当然行程很仓促 但是呢 他的整个安全的部位 仍然是非常周密的 他大概分成内卫外卫 中卫跟外卫嘛 那内卫就十米以内的 那么中卫就十米到二十米 那外卫是二十米以外的 那基本上内卫的部分 蒋经国自己本身有在他的 他的随护嘛 包含了他的顾问温哈雄 那另外还有两位美国的便衣的警卫 那么跟在蒋经国的旁边 在内卫里面 紧跟着蒋经国 那至于中卫的部分 有便衣警卫跟这个制服警卫 之间的混成编组 那外卫的部分 还有纽约当地的一个武装的警员 担任这个外卫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整个安全护卫 是非常周密的 尽管安全防护安排周密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1970年4月24日 蒋经国从华盛顿来到纽约 上午十一点过后 蒋经国从下榻的地方出发 前往不远处的布拉萨酒店 参加午餐会 当他的坐车到达酒店 刚一停稳 便有两名美方安保人员 打开车门 一左一右 互为着蒋经国向正门走 美方的一名安保人员 走得最前面 后面是蒋经国的随行人员 以及美方其他安保人员 蒋经国则走在中间 当时正下着小雨 一星人促拥着蒋经国 快步走上台阶 然而就在要推开旋转大门时 意外发生了 其实当天的早晨 要临出发之前 经国先生跟他的随从人员 还针对是否步行前往 还是说坐车前往 那有一个激烈的讨论 那甚至于有人认为 是不是应该绕到别的门 从别的门进去更安全一点 那当然经国先生 根据这些研判 他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决定 他说我绝对要从正门进去 那你们竟然建议我不要步行 那我们就坐车过去好了 那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坐车过去 其实这个广场 说老实话要走路过去 大概也十来一分钟的时间 应该是很快就可以抵达了 他就说好 那我们就坐车过去好了 那坐车到了这个饭店的 这个楼下的时候呢 基本上因为他还有四五阶的这个台阶 那要走上去 才进入一个狭窄的一个 这个旋转门 那照道理这个时间啊 大概就是十几秒的时间 就可以走到 就是说金国先生下车 走上了这个四五阶的台阶 进入狭窄的旋转门的这个瞬间 其实在金国先生的前面 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密情局的一个密探 他直接先 等于就是开路先锋 后面呢是纽约的两个警探 再后来是温哈雄等 这一个金国先生的随护人员 换句话说 按照这样的顺序 突然又窜出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走在蒋经国左边的亨利苏尼斯警官 首先意识到威胁 大喊道 注意 这小的手上有枪 这时美方的另一名便衣警察 沙德一个舰鼠冲过去 将这名男子举枪的手往上拖起 就在这时枪响了 子弹掠过蒋经国的耳朵 从蒋经国头上飞过 射向旋转门 并穿门而入 深深嵌入酒店正厅墙上的墓壁中 所以就在这个剑步龙法的时间点 开了枪 当然在开枪的同时 美国的两个密探 就说他有枪 就是立刻把他架住 架住所以他的枪打歪了 可是就在打歪的时候 他当然就扑倒在地上 两个警探就把他压在地上 就在持枪男子 准备继续开第二枪时 另一名警官一用脚 将旋转门死死顶住 把他夹在门缝里 动弹不得 随行的军事副官温哈雄 与另一名警卫 死死地把这名男子抱住 将其制服在地 两名警卫马上将刺客的手枪脚下 其他安全人员跟着雍上 把另一个共犯也按在了地上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 蒋经国已被两名警卫用身体护诊 快速地雍进扇形旋转门 向饭店内走去 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蒋经国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经国先生他是非常镇定的 他还进去之后 他还回过来说 怎么回事啊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点都没有受惊 完全没有受惊 或者受伤也没有 然后一点都没有慌 没有慌 这么镇定 那他还问温哈雄说 刚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温哈雄说 可能有人企图行刺 但是呢情况还不明 他不便说 那就走进这个休息室 走进休息室之后呢 这个美国的警探很快 就制服住了 那同时呢 又大概用一个塑胶袋 塑料袋 把这个手枪啊 拎给经国先生看 就是这把手枪 点二五口径 贝瑞达手枪 就是这把手枪 那经国先生就也很镇定 当天晚上 沈建宏先生 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跟历史 只有一根头发的距离 换句话说 那根子弹 那发子弹只要打偏一点的话 可能历史就整个就改变了 换言之 经国先生那一天 在历史的这个即将要 很可能会变化的时候 他还是一笑自知 非常淡漠地去处理这个问题 蒋经国在这短暂的一幕发生之后 仅坐了稍许停留 看了一眼混乱的现场 就进入大厅直奔参会会场 几分钟后 美国警察追上他 报告局面已经在控制中 美国一会儿 参会开始 蒋经国泰然自若地向来宾发表演讲 只字不提 几分钟前 他差点遭到枪杀的事 后来蒋经国得知 在与枪手搏斗的过程中 美方一名警探的手表 掉在地上摔坏了 于是蒋经国就把他自己的手表 送给了关键时刻 救了他一命的 这位纽约警探苏尼兹 并对美方表示 此事不足介意 然后蒋经国还向美方警察表示 想要去看看 企图刺杀他的两名枪手 要跟他们聊一聊 对于蒋经国的这一大大要求 美国警察又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呢 纽约的警署说 拜托拜托 你千万别来 千万别来 再出事情我们担待不起啊 因为经国先生如果真的去 如果在半路上 或者就在警察局门口 又发生一次枪案 那谁要负责啊 这个政治责任 还有刑事责任 没有人负担得起 那另外就是说 在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行程当中啊 从枪击事件之后 尤其是纽约的那些警探 紧张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 经国先生又坐东 请了五十桌酒 当地的这个华侨 还有中国城的一些 侨领 通通要参加 还有美国的一些 当地的一些首长 震惊人物都来了 五十桌 那美国的那个警探说 怎么怎么办啊 上面都 你们都是你们中国人 我们又分不清楚 谁是刺客 好吧 每一桌派两个警卫 站在旁边 所以那一天他说啊 整整来了一百多个警卫 吃饭的时候 后面两个好像是服务员 根本不是服务员 就是警探一样 盯着他们吃饭 吃得好紧张 刺杀事件 给美国警察的安保工作 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但蒋经国并没有 因为刺杀事件的发生而分心 当晚的餐会结束 回到旅馆后 他给在台北的夫人 蒋方良打电话 叮嘱他不必担心 并要他禀告父亲蒋介石 这个刑刺事件 只不过是一个意外 是一个未遂的事件 并没有影响他的行程 更没有影响他的身体 他一切安好 毫发无损 让他们都要安心 意料之中的是 蒋方良 以及蒋经国的助理和安全人员 都劝他取消 接下来的行程 纽约警方甚至还建议 他立刻离开纽约市 但蒋经国不同意 执意继续按原计划 进行后面的行程 事件发生后 蒋介石在第一时间 得到了消息 蒋经国当天不改行程 继续在酒店里发表演讲 这更让在台湾的蒋介石 心急火燎 派人发电报 催促蒋经国 取消后面的行程 赶紧返台 原本按计划 蒋经国访美结束后 还要再到日本访问 但蒋经国遵从父亲 蒋介石的指示 取消了这一行程 据台湾相关部门 后来披露的消息称 这一决定 让蒋经国躲过了一次 更加周密的暗杀计划 那么究竟是谁 执意要厮杀蒋经国呢 美国方面在第一时间 面对全社会的关注 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理论上来说 怎么会容许两个 能够抢先 突破了中位 十米 到了十米之内 那么在对蒋经国 发生的一个枪击呢 其实本身是很不可思议的 以经验这么丰富 那么组织这么样 周密的一个 美国的安全警卫系统 发生这样的一个刺杀案 而且这么近的距离 其实是很起人移动 究竟安全的部件 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当然事后呢 包括美国的警探 纽约的警探呢 都发表了一些看法 他说啊 我们美国人 白种人对于黄种人的 这个脸啊 没有办法辨认 我们刚刚刚搞不清楚 那我们也不能说 让所有的客人 全部清除在外 他不能让所有的客人 通通不进去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两个这个华人啊 可以趁这个节骨眼 所以这两个人 就有机可乘进来了 就是当时美国方面认为说 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 说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说清场啊 不许进 另外还说说 觉得有可能是和蒋经国 就是你们是不是一路的 一起来的 你的随从或怎么样的 就是怎么看待美方 当时这样的一个解释 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 他们分不清楚 那是不是蒋经国 带来的安全人员 那这更是很离谱的说法了 蒋经国的安全人员 当然他会有一定的档案嘛 你怎么会容许一个 陌生年孔的 的一个人员出现在 这么样重要的一个场合里面呢 所以说很多的说法 当然产生了很多的疑虑 怎么可能安全人员说 都是都是华人 长得都是都是黑头发 黄皮肤认不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 是无法废服我的 美国方面的解释 竟然是因为两名枪手的长相 很难辨别 在他们看来 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长得都太像了 所以他们以为两名枪手 也是随行人员 他们甚至还说 如果枪手是白人或黑人的话 就绝对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 虽然在事发第二天 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会见蒋经国时 亲自当面道歉 但美国的新闻媒体 对此轻描淡写 只以很少的篇幅一带而过 美方对枪手长相的 不着调的解释 也显得过于牵强 台湾方面认为 美国对于此次 刺杀事件的处理 也与美方的态度相矛盾 基于那么高规格的接待 仅仅是在做 表面文章 不仅没有给台湾 事实上的实惠 对蒋经国遇刺的反应 也显得如此漫无惊心 一些好奇的人 开始追问美国 对蒋经国此行的安排细节 惊急地发现 美国方面 对蒋经国的安全防护 十分令人费解 这个安导 的确让很多疑点 令人匪夷所思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就是说美国的安全护卫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破洞 其实中间有几个很大的疑点 因为蒋经国在1970年4月20号 那么受邀到美国 一开始到华盛顿的时候 就有团体在抗议 那么到了纽约 蒋经国是吓他在皮尔酒店 那基本上在皮尔酒店 跟布拉萨酒店 都有团体在抗议 美国的安全部门 怎么会变成一无所惜呢 但是美国完全不了解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样的安全护卫 其实是让我觉得非常可疑的 那另外蒋经国跟他的随从 到了这一个布拉萨酒店 他要步上台阶 台阶旁边有石柱 然后到了距离旋转门的时候 就进入了所谓的内位 就是十米之内了 那个时候采取的叫 深冬即西的做法 一副要撒船单的样子 那你这么有经验的 一个安全护卫人员 怎么没有想到 这个是深冬即西呢 美国在整个安全上面 是有意的纵容呢 还是一种比较无意的疏忽呢 那会不会是美国这边刻意的安排呢 这个是我到目前为止是画下问号的 1970年蒋经国防美期间 突然遭到枪击 不狭窄的旋转门的这个瞬间 突然就窜出了 在周密的安保之下 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危机一幕 内方子弹只要打偏一点的话 可能历史就整个就改变了 对于这起刺杀案 美方又是如何解释 我们美国人白种人 对于黄种人的这个脸 没有办法辨认 美方离奇解释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美国在整个安全上面 是有意的纵容呢 还是一种比较无意的疏忽呢 在严密的安保下 发生了这起刺杀事件 其中都有哪些谜团 刺杀蒋经国的凶手 究竟是谁 又是谁在幕后支持 对美国安保工作的怀疑 并非空穴来风 刺杀事件发生前 一些征兆也在证实现场 安保的疏漏 蒋经国出席活动的会场之外 很多人在进行抗议活动 当蒋经国步上酒店的台阶时 竟然有人在接近内卫的地方 散发传单 按照原本的安保部署 内中外三层警卫 以蒋经国为中心的 十米半径内为内卫 除美国的礼宾人员外 全是台方贴身警卫 十米到二十米内为中卫 由美方便衣和穿警服的警卫 混合编组负责 二十米到五十米半的外卫 由美方警局武装人员负责 就是这样的三层警卫 竟没有对现场的可疑情况引起重视 致使两名枪手混进外卫 突进中卫 接近内卫 并最终在去蒋经国十米左右的地方 开枪射击 这确实让台湾方面 对赫赫有名的美国安保迷惑不解 不能不说是一个安全谜团 那么除此之外 令人更加迷惑不解的 还有一个所谓的马康卫谜团 在1970年 这个美台关系啊 已经不像1956 甚至于1950年中期以后啊 美台关系的这种蜜月期已经过去了 这个格局已经变化 已经正在微妙的变化当中 所以有一个阴谋论 那这个阴谋论呢 就是当时美国驻台机构的 这一个外交人员的首长 叫马康卫 马康卫 有一说啊 他是所谓的颠覆大使 但是我们查了他整个的档案啊 他在亚洲地区啊 真正发动政变成功 在马康卫的手里面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缅甸 缅甸是在他手里面 在1950年代的时候 发动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 把当时的一个政权推翻了 可是呢 在1970年之前 亚洲地区啊 有几个成功的 美国指使的 或者说是主导的 军事政变的案例 包括韩国的李承晚 包括越南的吴廷宴 包括菲律宾的马克思 包括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 政权的这个一些政变 都是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或者是住在当地大使 类似像马康卫这样的人有关的 那不无可能在1970年 4月24号这一天 所谓的意外 那所以极有可能 美国方面就是 我认为啊 就是良性的阴谋论 就是疏于防范 让你们出一点事情 然后呢 让你台湾当局看看 所以呢 我现在呢 跟北京当局 没来远去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太紧张 为什么呢 你们内部的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嘛 那换句话说 这是不无可能的 就是马康卫 从一开始 就是非常积极的去鼓动 良奖父子 就说 你们赶快来嘛 那这个罗吉斯也欢迎你 尼克松总统也欢迎你 你赶快来 我帮你安排好 布置好一切 好像在顾下的陷阱一样 有一个故意要安一个陷阱 让金国先生去踏入这个陷阱 马康卫 当时是美国驻台湾外事机构的负责人 生于1908年的马康卫 先后在亚洲多国担任外事人员 对亚洲形势有深入的研究 蒋经国1970年访美时 马康卫一呼寻常的卖劲 不仅事前极力鼓动 而且在蒋经国动身访美前 还先行访美去做妥善安排 马康卫的这种妥善安排 与蒋经国险些殉命之间 会不会有着某种蹊跷的联系呢 刺杀事件发生后 两名枪手当场被警方制服 后来经美国警方审讯 他们叫黄文雄和郑自财 都来自台湾 开枪的人是黄文雄 这两名枪手又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几位年轻人 郑自财其实当时他在纽约 已经拿到了建筑学博士 硕士 那么也有了建筑师的执照 所以他造成在美国 是可以有很不错的一个发展 那黄文雄在卡拉雅大学 念社会学博士班 那么拿到了社会学博士 他也会有一定的发展 可是这些人对蒋家父子 有非常大的一个仇恨 其实黄文雄本身 因为他是我卡拉雅大学的学长 黄文雄在卡拉雅大学 念社会学就非常的活跃 那黄文雄本身对参与这些民主运动 反战的运动 他是非常热衷的 在刺杀事件中开枪的黄文雄 1937年出生于台湾新竹 他父亲曾担任过新竹自来水厂厂长 但在1950年后的国民党扫匪行动中 被打成匪谍 黄文雄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1966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 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活跃于当时美国的反战运动 及学生运动 蒋经国访美的消息一开始发布出去 一项针对蒋经国的暗杀计划 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黄文雄和他的妹夫郑自财 妹妹黄晴美 以及另一位成员赖文雄 商量如何刺杀蒋经国 经过多次商量 刺杀计划逐渐完善 并进入实施阶段 他们决定采取枪扎的手段 但四个人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刺杀行动不仅需要精准的枪法 还需要胆量和魄力 究竟选择谁来开这一枪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这个形式的计划 在商议的过程当中 大家是在讨论 到底是由谁来开这个枪 对 包括谁找枪 谁去怎么样怎么样 当时候他们很多人说 他们的其实枪法 当时对枪技的运用 在现场来看 是还蛮熟练的 在台湾基本上 就是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 是要受两年的军训 但是受两年的军训 也不见得对枪支 会这么样的熟悉 他们这些人当时候 是有到海边了 去练习射击的技术 那么在练习的过程里面 也决定说 要谁去执行这个开枪的角色 至于要带几把枪到现场 也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带了两把枪 黄维雄带一把 郑制裁带一把 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当时候黄维雄就说了 他的妹妹 就是嫁给郑制裁的 所以他们之间 有姻亲的关系 他认为郑制裁 有太太啊 有小孩啊 有家磊啊 只有他是孤身一个人 所以枪就有他一个人带 责任由他一个人担 那黄维雄 他说我是个单身汉 我来做这个事情最好 无牵无关 他的这种英雄主义的色彩 他认为我来做这个事情是最恰当的 最终商量的结果是以黄文雄为主 郑制裁为辅实施行动 黄文雄作为主导来开枪射击 郑制裁作为侧翼掩护 必要的时候进行支援 在研究了蒋经国的美国行程之后 他们把赌注压在了4月24日 在纽约布拉萨大酒店 为蒋经国举行的午宴上 提前一天 黄文雄住进郑制裁在纽约的家中 24日上午 黄文雄郑制裁两人 各自怀揣一支索轮连发手枪 潜伏在布拉萨酒店间的抗议人群中 那么在严密的安保情况下 他们又是如何混进人群 并接近蒋经国的安保内卫着呢 因为之前前几天已经去踩过点了 蒋经国从皮特酒店出来 那这个广场啊 说老实话 跟现在的这个情况 大概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换句话说 任何的重要的访问 你都不可能把广场上面 所有的民众全部清除干净 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行人全部赶开 时代不一样 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在一些关键的 比如说必经之路的这些地方 怎么不应该有 不应该有这种陌生人呢 是的 因为经国先生他们啊 一行人包括美国的警卫 包括他自己的随护跟保安 这一路浩浩荡荡走的过程当中啊 美国的密情人员还有美国的这个警探 他压根也没有想到两个人衣着跟他们相像的 穿着深色的风衣的这样的人 我想这个黄文雄这支财他们都经过沙盘推演 我们的服装要怎么样 我们的走的步这个队形 我们要怎么样跟上他们的这个队形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啊 这一个密情人员啊 说老实话 他在整个布局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挂一落万 他整个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啊 他没有清楚的意识到就是说 你必须前后左右通通要关照 换句话说你走到前头的人 你不可能往后往后去看 那个头呢是走在最前面 去踩点前一天去踩点的也是他 那走在最前面推开这个酒店大门的 也这个旋转门的也是他 第一个踩进去的也是他 所以这两个人就有机可乘进来了 而且他们可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群人蒙的头 为什么蒙的头呢 怕被国民党的情日单位的人拍照 一拍照传回去 这个人就列入黑名单 家里面就被跟踪 那所以每一个人都带了头照 带了头照呢 而且又一面唱歌 一面又高声喊口号 然后另外一边亲国民党的群众 也在那边喊口号 所以非常的吵杂 非常的吵杂 所以有两个人窜进来的时候啊 这个密情人员 不太注意了 台海记忆 拨开岁月尘封一样 揭秘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 带你走进见证传奇的音乐人物 分享难忘的台海记忆 现场的种种因素 让他们得以在众多安保人员的眼皮底下 混到了接近蒋经国的位置 当蒋经国走上酒店前的石阶 即将步入大厅旋转门之际 郑自财便突然从侧旁十度窜出 散发传单 尽管很快被安全人员制止 但声东击西的目的已经达到 在另一边的黄文雄 趁机拔出手枪向蒋经国射击 精神的一幕就此上演 那么作为留学生 他们为何要刺杀蒋经国呢 他们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幕后黑手呢 事件发生后 台湾的安全单位便立刻清查黄文雄 在康内尔大学的各种社会关系 他们发现 中国台湾知名的农业专家李登辉夫妇 在康内尔大学期间 在中国台湾人圈子里的社交生活很活跃 而黄文雄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 安全单位开始对这位李教授注意起来 当时有人猜测会不会这个刺杀案是李登辉策划的 或者是在背后指使的 李登辉是我老师 李登辉很喜欢谈杀在康内尔大学那一段 李登辉要42岁 才到美国康内尔大学练博士 那他练博士时间很短 不到三年 那在这三年之内呢 李登辉因为他英文不好 他的数学很差 他的统计也很差 他更不会操作电脑 所以李登辉那个博士 其实是念得很吃力的 以李登辉当时在康内尔大学 李登辉希望用最短的时间 拿到博士学位 最短的时间 能够使他做好了一些准备 进入政坛的一个 一些高端的准备 我认为李登辉会去 积极参与的可能性不高 而李登辉是好不容易才能够离开台湾出去读书的 他也知道他是被情治单位盯住的 那么为了未来的发展 为了不要在未来发展开发结果之前 产生什么的风吹草动 李登辉虽认识黄文雄 但是他应该没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一方面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了李登辉参与或密谋了这次刺杀事件 与此同时 当时台湾的多名政坛人士也都向蒋经国担保 说李登辉和黄文雄的刺杀事件没有关系 那么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了这起刺杀事件呢 随着警方对他们更深入的审问后得知 黄文雄他们的动机很明确 就是借助暴力手段谋杀蒋经国 反对蒋家父子在台湾的统治 当时他们就认为说 在蒋家在台湾的高压统治之下 他叫做超稳定结构 所以必须进行刺杀经国 才能够打乱蒋介石的接班的布局 或者说在台湾反抗蒋家政权的台湾人 才会有机会趁乱而起 他今天去刺杀蒋经国 还不只是为了反蒋家的高压政权 除了这个之外 他也具有反越战的情景 因为黄文雄本身他也是个反战分子 而当时候在打越战的过程里面 台湾已经成为美军很重要的后勤基地 所以也具有一个反战的 反越战的一个叫宣誓的意义存在 那所以他们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部署的行动 当时蒋经国在台湾 已经一步步地坐到了行政部门副主管的位置 人们都很清楚 蒋经国是蒋介石唯一的接班人 所以他们认为没有蒋经国的台湾 将会面临继承人的危机 到时台湾反对蒋家父子的人 就可以趁势而起 利用这种时机进入岛内政坛 于是警方开始把目光锁定在美国的台独势力上 当时正是台独运动在彭国兴起的时候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一个日本的台独联盟 因为在蒋经国访问日本的时候 他们没有动作 使得在美国刚成立的台独联盟 想秀一秀 表示说我美国台独联盟的忍耐 那这样子台独联盟在海外 我才能迅速地发展啊 我要招人参与的会员会增加 而且募款的金额也会增加 有作为 做点搭示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对了 才会有募款 所以成员才会壮大 这个凶手本身是台独联盟的成员 活跃分子是毋庸置疑的 那至于在这个活动里面 到底美国的台独联盟知不知情 我可以明确地说是知情的 而台独联盟有没有参与 基本上它的枪是台独联盟出钱 而且帮它买来的 所以有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是台独方面侧重 是我认为是这个可信度是高的 台独势力早已有之 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来 台湾便有一些人主张所谓台湾独立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势力的打击 一开始台独势力选择日本作为大本营 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台独势力大本营便逐渐转移到了美国 1970年1月1日所谓的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 黄文雄和郑自财正是属于这个组织的成员 他们妄图通过刺杀蒋经国来煽动更多人 推动台独运动 于是在美国台独联盟的幕后指使下 他们轻心策划了针对蒋经国的这次刺杀事件 刺杀事件之后台湾外事部门拟定了一份处理意见 向蒋经国提出三个方案 宽容对待 处以重刑 还是采取坚默态度 暗中打击台独 蒋经国参考的这些意见 并建议美国释放黄文雄 郑自财 两名无知青年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至于蒋经国在赤蒋案发生以后回到台湾 蒋经国没有侠愿报复 代表了他的一个度量的宽宏 他不但没有侠愿报复 他在检讨 为什么台湾人会对蒋家父子的政权 会反感 所以做了相当多的改变 所以才造成后来台湾 蒋经国时代很重要的吹台亲政策 也就是让很多的台籍人士 能够进入了政坛 所以才会有后来蒋经国担任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时候 他也用了许多优秀的台湾人啊 像是大家最耳熟人像的李登辉 也是那时候被皮拔进去的 优秀的台大历史系的年轻的年轻人叫吴敦毅的 当时也因为这样都被拉拔上来了 所以使得后来台湾人在整个台湾的政坛里面 开始有了空间 有了发挥的舞台 也消弭了一个蒋他的父亲 蒋介石时代 在台湾所划下的这个省级之间仇恨的鸿沟 所以蒋经国这个改变 其实正代表他没有把这个赤蒋案放在心上 反而把赤蒋案作为一个警惕 这个警惕造成了他在台湾施政的成功 缔造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奇迹 蒋经国从此次刺杀事件之后 做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 而黄文雄和郑子财两人 后来经纽约地方法院起诉审判 以刑刺未遂为由交保释放 其实蒋经国对刺杀事件的冷处理 也有出于要暗中打击台独的考虑 因为一旦严惩两名刺客 把他们押回台湾 会适得其反的帮助他们 成为岛内党外运动的英雄 反而提升了台独运动的声势 刺杀事件之后 蒋经国开始重视台湾的族群问题 开始有意识的给台籍精英更多的机会 一大批台籍人士开始进入政坛 其中就包括后来蒋经国的接班人 李登辉 立志工 右更声 别再来 你 各位